小片實習新,勤力兼奮身 在COSMO小片實習新這個節目中 我們決定跳出日常的工作 去體驗一下其他行業 今天我只要成為一日Barber Hello Feezy,我今天是來上班的 Hello Charmaine,歡迎來 那我們可以... Ready Yes! 好 介紹公司的間隔給你 這個是我們的等待位置 每個客人進來,Check in 之後我們就會安排一個位置 等爸爸Ready 我們就可以安排剪頭髮了 什麼是Stella 走 你,我可以的 提素,他們需要熱毛巾和凍毛巾 是 我介紹一下,這個就是我們的熱毛巾機 我教你怎樣做 好 洗乾淨的精筒 因為會有一支糖白水 是 開始把毛巾放進去 每邊一半 然後我們就會用一些特別 提素的糖白水 提素後水 等剛才加的糖白水 可以均勻在水裡 然後毛巾鎖 試試看 好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就好像毛巾浸在水裡 那種感覺 這個味道呢 有一點點 八角的味道 真的是好管理 它是用Ecalyptus Ecalyptus 即是 油加力 可以大力一點 都可以的 但是你這裡沒有拿 OK 哎呀 再試一個 多了 完美 完美 吃得了 剛才你說毛巾不太熱 所以要放在熱毛巾機上 小心那邊 我好害怕 打開 好熱 你就要這樣 好熱 Barbara會怎樣用呢 就會拿起 然後試了溫度 然後再放在盒子上 現在方法就是剪完頭髮 那我們就掃地了 好 不要掃到腳 罰錢的 罰多少 等一下 我很小心的 不行啊 你是不是拿得太高 一邊掃 掃一堆 OK 你的垃圾鏟呢 在後面 你掃得太慢了 大家不要再給我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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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在這裡實習完一段 你應該掃地很漂亮 是不是已經是嫁得出那些 那些情況 嫁得出 你好 你好 我叫Alan 今天你想怎樣錢 老師 我連人頭都帶來了 你可不可以嫁我兩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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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們今天有個真頭 在這裡 我們試戰真頭 OK You got something on your mind 你今天想怎樣錢 我想這邊和後面 再掃地 進到第一次 第一 大概是第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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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mm 3mm 但它還沒全清 那頂呢 那頂呢 整個頂就透過 首先我們先噴濕了頭 它要第一 底部開始 由3mm 自然起 去到 好 給它一個 這個是電產 英文 Clipper 是 我們現在會做一個 Clipper Over Comb 先拿了我們想要最長的位置 男生最想這些位置是越直 和乾淨 你什麼時候會讓我試兩下 我做完這部分 我給你試 好 我不用按鍵它就會動 不,不按鍵它 你扯爆我的頭髮 好 那我怎樣 按這個 按這個 哦 我很害怕 不是你 你啊 我嗎 可以了 我來 我很害怕嗎 慢慢 可以嗎 可以 阿Sir不要走 好嗎 都不是 那麼緊張 我覺得 放鬆放鬆 因為阿Sir給了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 有個Guard 這個是Number 2 Number 2 是6mm 那它怎樣剃呢 都不會短過6mm 我突然想起聲軟 張髮脂肪任然是剪頭髮 我很喜歡張髮脂的 先關掉 哈哈哈 先關掉 嘩 這真的很壞 是 是 你就可以看 這兩邊 夠不夠直 夠不夠直 這邊好像夠直 我們現在就去 低一點 就不可以這麼高 慢慢減下去 andan 他很牌 好 聽音樂 超好聽音樂 噢 真的不要跟我說 太矮了 又這個 這裏 試試看 нит 這裏開始 我知道 可以嗎 每次都可以 為什麼你想做一下 你很害怕 你正在來 你很害怕 不用怕 我想問是這樣還是這樣 首先我們踢上去 到這個位置 OK 不要笑 喝淡酒 喝淡酒 先喝淡酒 我覺得Sharmaine 今天第一次開始剪 六七成頭都是她剪的 真的做得很不錯 第一次來講她 有人讚自己 沒理由說不好 是一個有趣的體驗 如果大家想找人剪頭髮的話 來吧 太好了 太好了 還要高一點 你的頭髮只有這麼長 滿意嗎 非常滿意 你想不想多繞幾個圈才回家 當然 好 好 好 Vivi 我今天的表演值多少分 七十幾八十分 你好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要做什麼 Vivi 如果我真的想來上班的話 你會不會請我 會的 但是 你要努力學習素地 我會努力的 為什麼想選擇 Barber Shop 其實是因為我本身以為 Barber Shop 是一個很紅豆豆症 只有男性的地方 但是原來 原來 Barber Shop都可以有女性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都可以一試 還有 我本身對男士的髮型 真的不太了解 我以為只有背剪頭 還有彈剪頭 還有彈剪頭 其實原來每一次 Ellen教我的時候 都發現了很多不同的細節 例如 怎樣剪 彈剪頭 還有分界 怎樣分 怎樣梳頭 怎樣遮掩頭 都是一門很重要 很專業的學問 今天最深刻的一部分 當然是剪頭髮的一部分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拿過剪刀 沒有拿過刀 沒有拿過鏟 也沒有接觸過任何男性的髮型 所以今天Ellen教我 完成了一個男士的髮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人生的一大步 想我們下次去什麼工 留言告訴我們 等等 這個雪櫃箱 等等 雪櫃箱不會開 做小事都做不到